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核心中指出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以各国家走向现代化 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艰辛探索 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中方愿同各国一道 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提供新助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听论坛 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近80国政府 智库 媒体代表参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听论坛 21号在上海取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论坛之贺信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他指出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是神圣之责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在台湾问题上亡火 自闭 必自焚 最近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奇谈怪论 声称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试图用武力或胁迫方式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等 这些言论违背起码的国际常识和历史正义 其逻辑是荒谬的 其后果是危险的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天经地义 我们要证告那些打着国际秩序旗号 干着破坏国际公里勾当的势力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做文章 我们绝不含糊 谁要在中国主权安全上搞动作 我们绝不退让 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着 必自焚 接下来关机到今天的关键字就是 首飞失败了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研发 新一代运载火箭兴建 在20号首次升空后不久发生了爆炸 事故发生之后 SpaceX就表示在火箭上升的时候 33台猛禽发动机当中的多个发动机点火失败 导致了火箭失去动力 并且开始翻转爆炸 火箭属于被其自毁系统摧毁 兴建于美东时间20号上午9点半左右 在德州伯卡奇卡发射升空 但在约4分钟后 组合飞行器就不断翻转 随后爆炸解体 坠入墨西哥湾 尽管升空失败 在总部观看发射直播的SpaceX员工 依旧爆发激烈掌声和欢呼声 并宣布这是一次成功的是非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监督事故调查 并暂停星舰发射 以确保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对于发射事故 有专家称主要爆炸原因是星舰和助推器 未能按照预定设计分离 而这也是SpaceX成功失败商业模式的最新生动力证 SpaceX也发布声明 发动机在火箭上升阶段并未成功点火 导致火箭失去动力 火箭属于被其自毁系统摧毁 但这次失败为后期发射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研究员对此次试飞表示赞赏 称星舰是人类有史以来试图建造的最大火箭 相信它会成功升空 并最终改变行星探索的游戏规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由马斯克创办的公司SpaceX打造的 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舰 在20号点火发射后不久爆炸解体 但包括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等人 仍然对SpaceX的发射表示祝贺 有分析认为星舰在实现载人任务之前 还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由SpaceX公司打造 人类史上最大的火箭星舰在20号上午 在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 星舰在发射几分钟内就遍离了轨道 在起飞约4分钟后就在空中爆炸解体 事故原因疑似飞船原定 与第一级火箭助飞器分离并未成功 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已经接管了调查工作 包括调查火箭发生故障时的标准做法 纽约时报表示不清楚SpaceX的主管 是否在火箭途经墨西哥湾上空失控时 故意损毁了它 华山的邮报称 2021年SpaceX获得了美国航空航天局 授予的一份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 将使用星舰帮助NASA重返月球 这将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自1972年以来的首次登月 而在去年11月 星舰还获得了另一项合同 成为阿尔特密斯4号任务的一部分 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用星舰 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报道称 这次的试飞失败不会改变这一点 因此在这次的测试结束之后 美国宇航局的局长纳尔逊 在推特向SpaceX表示祝贺 分析认为 在星舰执行第一次任务 或搭载宇航员之前 SpaceX仍有重大的技术问题 需要解决 东华卫视杨凤俊 李战青 我相信报道 焦点转到苏丹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自15号爆发武装冲突 世卫发表声明称 冲突已经导致了至少330人死亡 将近3200人受伤 而死伤者包括了平民和武装人员 苏丹就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20号也呼吁交战方 在开斋节的期间至少停火三天 而美国等国家则开始为撤侨来做准备 苏丹首都喀吐木 20号凌晨再度传出枪炮声和爆炸声 战火照亮夜空 浓烟冲天 一直到天色转亮 交战都未能停息 交战双方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19号统一在当地傍晚6点起停火24小时 但以失败告终 据报双方在多地爆发战斗 当中以政府军总部周边及机场的战斗尤其激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呼吁苏丹冲突各方停火三天 让平民能够离开 美国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克比表示 总统拜登正关注事态发展 并已下令军队为撤侨做准备 由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正准备向吉布提的基地增派士兵 以便随时执行撤侨计划 荷兰已派出两架军事运输机到约旦 为撤走在苏丹的侨民做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苏丹又一次的停火失败之后 战斗在首都喀土部和其他城市继续发生 有专家就指出如果无法立即解决局势 这将负面影响苏丹国内和整个非洲支角地区的安全 苏丹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喀土木的基站中 试图停火的新城市失败了 在首都喀土木可以听到战斗声 在不同地区的居民也听到猛烈的炮火声 有专家指出若战斗持续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 专家指出在交战双方没有表现出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 国际社会威胁中解决这一冲突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不要偏袋一方或另一方 The international players are all calling for de-escalation of violence in Sudan right now We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many of them have vested interests in Sudan and they have an impact on how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may be a success or may not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kind of allegiances that they have to the RSF and to the military 最近苏丹军事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冲突 可以被视为更广泛的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两个交战的领导人内部竞争的反应 此次冲突突出了苏丹在寻求稳定国度的未来时所面临的挑战 这伴随着国家人道主义危机的高昂代价 并将是非洲之间面临的中大区域安全挑战 凤凰卫视赛伊德南非约翰尼斯宝报道 欢迎回来 美国白宫在20号表示 中俄防长近期的会晤再次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而美国要在竞争当中获胜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分别致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 就他们近期对中国的访问进行了交流 美国白宫20号表示 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对世界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中国防长近期会晤再次凸显出了这种战略竞争 美国总统拜登20号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 两人讨论了冯德莱恩近期对中国的访问 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拜登当天还与近期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 冯德莱恩近日表示 访华期间他强调欧盟并不希望切断同中国的经济 社会 政治和科学合作 但双方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见和对等的原则上 推动关系再平衡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在跟进俄乌战事 俄空天军在20号继续的高强度对巴赫木特的西区进行轰炸 并且使用了重达一顿半的制导炸弹 而巴赫木特当地陷入了火海 而当天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巴赫木特的西区东北方向 和通往康斯坦丁诺夫卡高速公路的几个节点 目前乌克兰军队拥有大约300辆坦克 12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车 以及多达300门的野战炮和93门多管火箭炮 为此乌克兰东部集群司令部 在巴赫木特战线组建了四个打击群 那么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匪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 还是积极向前的这种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在巴赫木特战役目前 俄罗斯军队还是加强了对恰索夫亚尔这条巴赫木特 主要供给线的攻击 当然了在巴赫木特的东翼 俄军已经控制了从巴赫木特通往斯拉维扬斯克的主要的公路 但是乌军发动了多次的反击 这个区域目前是灰色地带 星期四 在巴赫木特的西南方向 瓦克纳突击队在俄军炮火的支援下 试图向斯图波奇基这个支撑点进行推进 瓦克纳继续发展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城市地下的阵地 瓦克纳突击分队还控制了 位于巴赫木特西区的市法院的大楼 彻翼的分队也突破到了高速公路附近的几个节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反击 以阻止瓦克纳突击队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 据乌克兰军方消息来源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已经下令 将在因果训练的特种部队 以及乌克兰主要情报局和安全局的特种部队 分别转移到巴赫木特的战区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巴赫木特受到的重创原因 这是在作战单位之间缺少互动的协调 以及增援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 只要有部队撤退会在一个方向上实施集体的溃散 这导致了乌军在巴赫木特市区防御的重大的失误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巴斯一线的俄军的军事态势 据悉乌克兰指挥部仍将约16000多人留在巴赫木特市区进行作战防御 其中包括大约47个不完整的营 另外至少有40个旅参加了巴赫木特周边的战斗 目前在这个方向上 乌克兰军队还拥有大约300辆的坦克左右 1200辆的步兵战车和装甲车等 以及多达300多门的野战炮和90多门的多管火箭炮等等 为此乌克兰东部集群司令部组建了4个打击群 富皇卫视卢语光 伊万 拉曼 巴赫木特的报道 欧盟成员国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日前是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的谷物 那么波兰甚至是禁止乌克兰的谷物过境进入欧洲的市场 理由是因为乌克兰的廉价谷物冲击了当地的农产品市场 那么这一些乌克兰的邻国的决定 也将会导致乌克兰重大的经济损失 也可能严重影响今年的播种活动 欧洲一些国家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和过境的警令 许多乌克兰出口商 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粮食出口商措手不及 许多已经签署的长期供货合同将无法进行 损失重大 乌方表示 最新的谈判是乌克兰要求国物出口到第三国的过境应该恢复 特别是通过波兰领土 这些练乌克兰的练乌克兰 这些练乌克兰的练乱 如何解决欧洲一些国家禁止乌克兰粮食进口和过境问题 将取决于欧盟委员会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目前的警令会对乌克兰造成至少数亿美元的损失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朝鲜外务向崔善基21号在朝鲜官媒发表声明 回应七国集团外长日前谴责朝鲜试射导弹的联合声明 崔善基在声明当中强调 朝鲜作为全球核大国的地位是无法逆转的继承事实 朝鲜将会继续采取行动 直到有关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完全消除 七国集团外长18号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连日来连续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再次发出对朝鲜无核化的要求 并呼吁各国全面严格地对朝鲜实施制裁 及联合国对朝核问题采取进一步措施 对此朝鲜外务向崔善基21号在朝鲜中央通信社 发表声明回应表示 七国集团无权也无资格对朝鲜进行干涉 并形容朝鲜为加强自卫军事能力所采取的措施 是对主权的正当行使 目的是遏制美国及其盟友挑衅性军事演习 所造成的不稳定安全环境 崔善基指出朝鲜将继续采取类似行动措施 直到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构成的敌对军事威胁完全消除 以及干扰朝鲜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敌对环境彻底消失 崔善基还强调 朝鲜作为核武器国的地位 是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 无论美国及西方国家是否承认这一点 崔善基最后提醒七国集团外长 朝鲜在20年前就已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十条规定的退出程序合法退出条约 因此不承担此条约的义务 凤侯卫视总和报道 在关注时韩国外交部在20号就表示了外交部第一次官张虎正 当晚在位于首尔的外交部大楼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辛海明 就中方对韩国总统尹熙悦涉台发言做出的评论提出强烈抗议 尹熙悦在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说台湾问题不能够只视为两岸问题 就像韩朝问题一样应该视其为全球性的问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 要求韩国要切实遵守中韩建交公报精神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他人质询 而韩国和朝鲜都是已经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 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性质与经纬完全不同 根本不具可比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朝鲜和韩国都是已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 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性质 经纬全然不同 根本不具可比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希望韩方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我们看到韩国总统尹熙悦将两岸问题 与韩朝问题相提并论 相关的言论出台的背后令人警惕 来看今天的凤凰观察 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中国内政问题与朝韩问题不具有可比性 二战后朝鲜半岛被分成北南两部分 后续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这与两岸问题的历史成因和现状不同 尹熙悦在比较评论时局上用错参照系 犯下常识性错误导致逻辑坍塌 他用一种似是而非 普通人或许不会深究的说法 在制造并影响国际舆论 接受路透社采访 更是把他的观点传播到本地区以外 通过西方媒体扩音器 散播他所说的两岸问题 应该被看成全球性问题 影响对两岸问题和半岛问题的区别 不明就里的域外各方 美方试图图谋以台制华 处心积虑打台湾牌 国际上传出与尹熙悦相近的言论 如果美国是打台湾牌的大鬼 这个大鬼极力笼络各路小鬼 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国高调拿洗衣粉当借口 事后演变成一地鸡毛 美国不断试图继续搅动地区局势 有跟班式的国际政客 跳上前台带风向带节奏 营造中国才是台海问题的唯一责任方 要拿中国试问 试图用一种群口方式 让中国陷入被动 时过境迁 区别是美国在指使更多人 跟他一起举起洗衣粉 凤凰卫视江小峰 香港报道 来看股市消息 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持续 拖累了亚太区股市 在今天是全线走弱 韩国股市下跌接近0.7% 日本和台湾股市则是下跌超过0.1% 也要看到是内地互生两市双双走低 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板块 集体重挫 来看图表 这些互生指数呢 真是互指的部分 中午市报在3329点 下跌了37点 而跌幅1.11% 半日成交来到了3347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市报在11543点 下跌了173点 跌幅1.48% 而半日成交4550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了66点 同样走出了震荡下行的格局 中芯国际再跌超过了5% 是最弱的蓝筹股 那横指中午战报 蓝万零267点 下跌了129点 跌幅0.54% 而半日成交暂时落在474亿港元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王春英表示 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没有大起大落 市场交易呈现理性交易模式 又指目前中国股价投资价值较高 国内的股票估值是低的 我们觉得它的投资前景还是良好的 就是无论从市盈率还是市净率等指标来看 应该说当前A股的估值还是相对比较 应该说偏低 所以我们觉得投资价值比较高 而且潜在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在我们的证券投资中 外资的占比 不论是债券还是股票 都还是偏低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面的空间 就是在这些领域 外资投资的空间还是比较高的 王春英又提到 中美利差倒挂的程度去收敛 外部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减弱的 而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占比正在上升 在去年接近五成 他又提到了 近年对外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 但是货物贸易顺差规模 仍然保持比较高的水平 美国财长耶伦 20号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发表了公开讲话 他阐述了拜登政府 对华经济政策的三大原则 他说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而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 美国财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讲话 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三大原则 首先是保障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权 会与中国明确沟通美方担忧 并维护美方重要利益 耶伦表示不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 As I'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ssert ourselves when our vital interests are at stake but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our economy from China's A full separation of our economies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both countries It would be destabilizing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Rather, we know that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and U.S. economies is closely linked A growing China that plays by the rules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耶伦提及的第二项原则是寻求和中国健康的经济关系 他认为中美双方都可以从良性公平的竞争中获益 耶伦称对华经济政策的第三点原则是在全球挑战方面寻求合作 他提及去年两国元首会面后 双方同意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沟通 在气候债务方面提高合作 耶伦还表示计划在合适的时间访问中国 凤凰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而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20号的下午前往了纽顿首识中心来参观 吸引了不少的民众要求合照也展现了高人气 然而侯友宜一出访呢 新北市就接连的发生重大的案件 这也引发了绿营的抨击 对此侯友宜跨海下令新北市全面大扫荡 却不容忍 正在新加坡访问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20号下午来到纽顿首识中心参观 提到场就展现高人气 握手拍照 侯友宜来者不拒 侯友宜边走边逛品尝当地美食 但就在出访时新北市出现重大活警和枪击案 引发绿营抨击 治安状况连连 市长却忙着选拘 对此侯友宜强调 自己虽然在新加坡 但新系新北市 立刻致电警察局长 隔海下令全市扫荡 由于侯友宜是代表国民党 争取大位的热门人选 此行会与哪些政界人士会面 引发热议 侯正迎首口如瓶 担心消息曝光 图增变数 败回一些公司部门 彼此之间做一个交流 然后对新的市的发展 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走向 做一些从我们的沟通 侯友宜事后透过社群网站发文 由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会面 侯友宜勤补涉外学分 格外小心翼翼 由于侯友宜是可能代表 国民党征战大位的人选 这次出访新加坡 格外受到关注 然而侯友宜出访的时候 新北市政府各举处 势必要上井发条 避免再有任何疏失 遭到绿营 见风杀针 凤凰卫视彭世廷 柯志强台北报道 我们也来详细了解一下 台湾新北市 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 一名17岁的黑帮成员 拿改造冲锋枪 在众目睽睽之下 朝一家当铺 连续扫射了51枪 震惊了社会 近年来呢 其实看到了台湾屡屡都发生了枪击案 那黑帮的气焰很嚣张 警方就宣布要全力扫荡 20号的深夜 出动了将近800名的警力 针对黑帮经营的娱乐场所 进行领解 台北市新北市 接连两天发生街头枪击事件 先是19号深夜 有黑帮分子沿路朝一辆黑色休旅车 连开13枪 20号又有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 光天化日下 手拿改造冲锋枪 朝着据传是黑帮经营的当铺 连续扫射了51枪 事发时正是下班时刻 路上车水马龙 许多民众被枪声吓到不知所措 开枪的黑帮成员在玩事后 不慌不忙搭上计程车 前往警局自首 台湾黑帮近来气焰嚣张 日前在饭店举办春酒 宴请上百名黑社会成员 高调炫富 现在又接连两天 在街头开枪寻仇 是法律无误 舆论哗然 警方微信更是受到打击 新北市警察局宣布 即日起针对黑帮营业的 娱乐场所进行领检 光是20号深夜 就出动了799名警力 全力扫荡不法 警察局另外有一个状态小组 来进行调查 我们一定把幕后的犯罪集团 甚至是帮派 一定全力把它深入的追究 警方表示近来 接连发生的枪击案 研判与帮派间的金钱纠纷有关 但由于枪手都是未成年的少年 虽然有高人指点 以为可以减轻法律责任 加上新北市长侯友宜 有可能成为国民党2024大选的参选人 黑帮近来蠢蠢欲动 刻意破坏治安 让民众恐慌 是否有政治因素 警方也要追查 以上是富豪卫视记者 黄家腾 柯志强 在台北的报道 同样在台湾 国民党布局明年1月的立委选举 台北市第七选区的初选竞争激烈 上演了世代交替之争 22号将会进行党员投票 国民党布局明年1月13号的 立法委员选举 台北市第七选区 党内初选竞争激烈 各方关注 台北市青壮世代议员 徐巧新 和资深立委费宏泰 上演新费世代交替之争 争取党提名 初选机制采三成党员投票 七成电话民调 而民调已在18号结束 两份民调的对比以及互比的样本个数 我都领先 我们比非常满意还要满意 那请问我现在是要说 我比非常满意还要非常非常非常满意吗 党员投票将于22号展开 徐巧新公布给党员的公开信 争取支持 请你们放心交给我 我会用最狠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对抗民进党 徐巧新信心满满 炮火逐渐转向民进党在同选区的竞逐者 声称22号要公布对方的毁灭性像本 如果你真的有像本 那你现在就公布啊 肯定他是很急 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应该用最严格的方式 来帮你的选民 投给你选票的选民 去捍卫他们的权益 跟他们的义务 这才是对的 你一直叫我去监督市政 我想要公开的请问许舒华议员 你真的有认真在监督市政吗 国民党内的心肺之争 22号将由选区的5000多名党员投票 在综合民调结果 选出党提名的人选后 这一场世代交替之争 也将逐渐转为蓝绿之争 凤凰卫视蓝镜图 季敏槐 台北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的下午率领特区政府官员 及80多位的立法会议员 访问大湾区内地城市 一共4天 那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秘书处 早上收集立法会议员的行礼 并且集体的运送到了深圳 也收集议员的会议相证 提前办理了入境内地手续 立法会议员下午参加完 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 便会启程出发 那出发前将会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和特区政府官员拍摄大合照 这一次的4天访问行程 一共是会到访4座城市 立法会议员分成两组 首站深圳合委站 广州集体行动 那中途其中一组会前往东莞 而其余一组会前往佛山 李家超将分别参与两个组的部分活动 而访问的内容也包括了 和广东省的领导会面 到访各地的创科青年发展 文化艺术等设施 还有企业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笔试 今天开考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年的报考情况 还有考生意识状态 香港消息立刻连线给人 就在香港北角现场的记者 王雨婷 雨婷无安 箱子称义无安 雨婷 这一次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报考人数有哪一些措施安排 在经历疫情和复长之后 考生他们现在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响义 我现在走在的位置是位于北角的陪桥中学 现在是距离早上第一门的这个英文科考试结束 还有大概20分钟 在我身后这个考场大概是有150名的学生 他们等阵就可以考完出来 那么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香港总共有430间的考场指定学校 那么现在由于香港已经全面复长了 但是呢考场的这个防疫要求 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严格 比如说学生要填写这个健康申报表 以及呢在进入考场之后 要全程佩戴口罩 不能中途卸下口罩 包括像是如果有学生在这一段时间的考试期间 不巧是确诊了新冠的话呢 是有在新浦港一个指定的考场 供他们在那里进行一个应考的 那么记者也是了解到 在这一次的应届生呢 他们其实在疫情三年都是经历了很多的网课 所以呢他们其实也对自己这一次DSE考试的表现 有一点点担心啊 毕竟这考试相当于是内地的高考的程度 但不过呢他们也觉得好在是 最近几个月香港是已经全面复长 他们是也有机会可以和老师们 面对面进行交流来答疑解惑 对自己这次考试的压力 经过这个评测呢 其实也相当于是近这疫情三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学生心态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的 那么稍后大概在一点钟左右呢 就会有学生从我身后的考场出来了 我们呢也会待会询问一下 他们今天这个试题的情况啊 和他们整体的一个反应 好了 现在就是我在现场观察到的信息 现在把时间就交还给相议 谢谢雨婷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还有家长加油了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 美国曼哈顿联邦法官 在20号以可能有逃亡风险为由 拒绝了涉嫌诈骗10亿美元 潜逃美国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再逃人员 内地商人郭文贵所提交的2500万美元保释申请 宣布将他继续关押狱种 美国地方法官托雷斯表示 检察官已经证明 郭文贵很有可能逃亡 而且有确切证据表明 他一旦获释将有可能给社会构成经济损害 托雷斯另外指出 郭文贵曾经有妨碍司法行为 包括谎称他只有1万美元资产 托雷斯还认为郭文贵具有逃跑手段和诀窍 执法部门在搜查郭文贵住处时发现了两本护照 而郭文贵也有足够的资源 甚至能够设法在没有履行证件的情况下离境 法院无法合理保证郭文贵将遵守任何停前释放的条件 因此驳回其保释申请 把镜头转到日本是供奉着二战假击战犯的靖国神社 正在举行春季的例行祭祀 而就在周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献了真神贡品 而另外还有将近90名的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正在举行春季例行祭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早晨向靖国神社进献了真神贡品 署名内阁总理大臣岸田文雄 岸田内阁阁聊 后生劳动大臣加藤圣信也同样进献了真神 不过岸田当天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就任首相后 岸田每年都会在春秋例行祭祀时进献真神 并在8月15日战败纪念日进献预传料 近90名国会议员当天对靖国神社进行了集体参拜 这些议员包括执政党自民党在野党维新会等党派的议员 他们来自一个名为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 这一团体每年都会数次参拜靖国神社 他们称参拜的目的是为了向战争死难者表达哀悼 中国韩国一直强烈批评日本政客多年来坚持参拜 供奉着假期战犯的禁国神社 认为这等于美化和认同侵略战争 在日本国内多年前曾经有 要把假期战犯分开祭祀的声音 但是目前保守派占主流 这样的声音几乎已经消失 富豪微视李淼 蒋文斌 日本东京 经过时社报道 再来关注到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列护运列车 在19号晚上发生了脱轨意外 暂时没有上网报告 当局表示这一列CSX列车 在离芝加哥以南大约24公里处的 蓝岛社区脱轨 有大约15节车厢包括了一个运游列车翻侧 并且损毁附近的车辆 当局已经出动了大批工作人员清理现场 并称列车出轨期间没有泄露任何危险物质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事故仍在调查当中 预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介入调查 这下关注是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三月的通胀率高于市场预期 而生活成本危机持续着困扰英国民众 多家的工会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升级罢工行动 那由于罢工的时间 恰逢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 来到英国旅行的游客 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尽管英国自去年以来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升息措施来抑制通胀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通胀数据却并不乐观 显示英国三月通货膨胀率略微下滑 但人盘俱在10%以上 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 也无力缓解眼下各行业的罢工浪潮 下个月会有1400多名机场员工罢工白天 工会此次在罢工日期的选择上 有意和5月6号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 加冕典礼装车 势必会给需要出行 以及来因的旅客带来不便 与此同时 隶属于英国内政部的护照办公室 也决定升级罢工行动 几乎所有地区的工作人员 准备在下月初举行为期四天的罢工 另有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 应不满当局加薪幅度 决定在近期对40多年来的 首次罢工行动进行投票 因为对工资待遇不满意 德国杜塞尔多夫 汉堡和科隆三地的机场安保人员 在20号举行罢工 根据统计 当天的罢工总共导致了 三地机场大约700个出港航班被取消 将近10万人受到影响 汉堡机场发布声明称 罢工导致机场的出发航站楼空无一人 而发起这一次罢工的德国服务业联合工会就表示 已经与德国联邦航空安全协会进行过多轮谈判 要求提高机场安保人员夜班和节假日班次的工资 但是至今都没有取得共识 工会方面还号召斯图加特机场的安保人员 也加入到罢工中来 导致斯图加特机场提前取消了 21号所有的出港航班 欧洲连串罢工看到了法国 法国铁路公司工会20号 在全国多个城市组织发起了示威抗议的行动 表达对于马克龙政府和退休制度改革法案的不满 那在首都巴黎呢 有铁路的工人冲进了火车站 宣泄愤怒干扰火车的正常运营 来看我们的驻当地记者金亮发来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东部火车站 为了继续表达对于这个退休制度改革法案的不满呢 全法铁路公司的四个工会 在今天组织又发起了一个名为 铁路人的愤怒日行动 那么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火车站 你们前呢都会有示威和机会游行运动 工会方面表示呢 将把今天的行动作为5月1号 历史性的全国性示威游行运动的一个前奏 这些独练是在做包装活动的 这些独装发来的优势 今天正在阶段下列去的电话 而尽量的确定要发生人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停止 所以我们不停止 当我们不停止 当我们不停止 和中共会成长的正常 我们在平均 我们会要接下来的 独装是个台湾 今天有一个候装 一位计创造成人们的反应 他没有不去 当地的票票 也有一个多多位 有关于是有关的 是一位计创作为一位 人的质人的职制度 马克龙在近日是走访全国多个地区 同民众面对面地展开交流 试图安抚奋度的情绪 但是收获的却是更加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声音 而公共方面也没有善罢甘休 表示从今天到5月1号为止 将会发起多个地方性的罢工和是非抗议运动 直到政府废除这项法案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金梁默也 在巴黎巴黎的现场报道 2023年正式成为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 拥有世界人口的将近16% 但是仅拥有全球2.45%的土地面积和4%的水资源 那么在超过14亿人口的压力之下 印度政府增加了对于粮食还有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以及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切等问题的关切 来看我们就新德里记者发回来 印度人口第一大国系列报道 印度85%的燃料需求和50%的天然气需求 依赖于进口 而且电力主要来自热能和水利等传统资源 国际油价上涨导致印度燃油和物价飙升 一直是印度民众关切的问题 而煤炭供应短缺也曾多次给发电厂造成困难 印度的粮食产量从1951年的5千万吨 增加到2020年的近3亿吨 增长了6倍 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九大农产品出口国 不过印度仍在面临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缺 废物管理 经济弱势群体 营养缺乏等挑战 有分析家称印度的基础设施农业 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 都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印度建立一个地区和国际性的 关于粮食水 气候和关键商品未来的压力 风险和机遇的共同分析系统 凤凰卫视记者 上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谢谢大家